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又是一條敗家片 我都說的啦 我的開片是源源不絕 陸續有來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即使我前幾個月No Buy也好 都還有很多新玩具還未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條短片主角就是 Sherlock Tilbury 首先我做一點預告 你都知道我剛剛完了No Buy出關 所以都開始有買化妝品 而其中一個最近入手的就是 Sherlock Tilbury的這一盒 他們2019年的假日彩妝特別版的一個眼影盤 大家可以看到包裝是不是很fancy 很有節日氣氛呢 而且我覺得很華麗 揭開可以讓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其實在前兩年他們的節日限定版我都有入手 所以來到第三年當然我們都不會錯過啦 可以看到同樣是有四組的眼影 包括了一個自然妝系 上班一樓 這個是偏暖色調的 還有當然是我非常深深眼的綠色系眼影 還有這個可以當是smokey eyes 我暫時就未用上眼的 如果你想知道我上妝效果是怎樣的 就記得留意我IG的分享啦 當然遲些我也會拍片跟大家說的 所以留一點點懸念給大家 做個預告先 好了入正題 我今天要主力說的 全部都是我在四五六月份 入手的 Sherlock Tilbury的產品 若你們都想知道我到底買了些什麼 用過之後又推不推介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啦 如果你們有印象 或者你有看過我的舊片 應該都記得 我是有大概兩三年前左右 已經拍過短片來專門介紹 Sherlock Tilbury的產品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們的質量 確實是挺不錯的 但是由於我自己Fanspace 其實都不是說很多啦 所以其實那條短片 都不是很多view的 再加上當時 當時是一個比較新進的品牌 香港又沒有店 所以其實呢 比較少人 就是香港人是認識他的 不過這幾年下來 確實Sher Tilbury 是出了很多質素很高的產品 在歐美市場 也是一線的品牌 當中也都穩佔一職位 所以口碑是非常之好的 亦都慢慢傳入去香港美女的耳中 亦都有很多的內地人 亦都發覺 咦 多好用我CT這個牌子 所以多了很多代購 亦都可能因為這樣啦 所以Sher Tilbury 見到亞洲市場都幾有潛力 於是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概是年多之前 終於在香港就落地生根 不過我自己覺得 真正令到香港女生 認識他們 或者覺得很棒的 就是應該他們Purotalk的這個系列 其實Purotalk這麼紅 都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柳聲音的 因為當時這支唇線筆 絕對不可以稱得上是CT本身 準備主打的一個產品 但是它的受歡迎程度 是一時無兩的 當時可以說 當你一說起唇線筆 大家就會想起Sher Tilbury的Purotalk 情況就好像 當你一說Tempo 大家就知道是紙巾 紙巾就等於Tempo一樣 所以當他一出這兩支唇膏 是以Purotalk命名的時候 一聲就買光了 那我想這個情況也都令到 Shurt Tilbury覺得 咦 正喔 有商機喔 坦白說 我覺得Shurt Tilbury 除了本身是一個 很有經驗的化妝師之外 他也是一個很厲害的Salesperson 非常之懂得做生意的 那我想他見到 咦 Purotalk這麼紅 我一定要吃著條水 那所以呢 他都出了以Purotalk為這個主題 命名的一個眼影盤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盤 而這一盤四色眼影盤 也都秉承著Purotalk 這個枕邊雨的這個顏色的那種精髓 就是很自然的色調 一個中性neutral的undertone 和很容易上色 很容易配搭的一個主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另外這一盤 這盤Purotalk的四色眼影盤 同樣都是一個偏粉紅 看上去很relaxed 很舒服 很溫柔的一個四色眼影盤 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隻顏色是雅光眼影 另外這一個 就帶了一點光澤感 有一個很微微的珠光 在裡面 而下面這一個 就真的 是一個 以閃片作為一個 Topper的眼影色 非常之美 那我們現在可以試色給大家看 這個 是帶了一點粉紅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這個 我通常就把它放在眼尾 或者眼尖的位置 是一個啡色的 啞光的眼影粉 另外這個就是 帶了一點光澤 還有這個 就是Topper 或者我們叫做豬片色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的 這個的光澤 就相對的比較柔和一點 你可以看到 也很creamy的 對 輕輕輕輕有些光澤 在裡面 另外這一隻 就真的非常之美 其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也有提過 當初 Tom Ford Beauty 他們推出的時候 他的幕後主理人 其實就是Charlotte 後來 Charlotte Tilbury 成立自家品牌的一個念頭 於是就創立了 以他自己為名的 Charlotte Tilbury 這個化妝品牌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的 融色色脈符 它的質地 都有些 Tom Ford的影子 就是這樣 因為當時 Charlotte幫Tom Ford 去開啟 它的Beauty Line 你可以看到 Purotalk的情況 就是這樣 尤其是這隻 G片色很漂亮 很像Tom Ford的 G片 價錢又比Tom Ford便宜一點 所以如果你覺得 Tom Ford太貴 但你又很喜歡 那種眼妝出來的效果 其實Charlotte Tilbury 是幾接近的 只不過 Tom Ford這幾年 就再走得 比較 Edgy 少少 型格少少 但是Charlotte Tilbury 相對地 是比較 走 熟女風 或者優雅的感覺 多一點 好了 講完 Purotalk的眼影之餘 其實他也有出到 胭脂的 當時我看到 Charlotte Tilbury 自己在YouTube 有一個頻道 我看到他去示範 這隻Purotalk的 胭脂色的時候 我非常之喜歡 因為他上到 那個Model的時候 那個胭脂色 看上去 是一個很淡 很淡的 蜜桃色 像有橫毛 是很漂亮的 那個妝感 也看上去 很自然 好像你是天生 就這麼漂亮的一個妝 於是我就馬上 入手 就是這隻 這隻就是他們 Purotalk的胭脂 所有他們的胭脂都是這樣 有分內圈和外圈 那我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內圈是淺色一點 外圈就是深色一點 這個 有分內環外環 那有些歐美的朋友 就經常都說他好像一個乳房 那樣 Nipple 和一個乳房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樣 那樣的 當我用它做胭脂 這個Purotalk 這個胭脂 來去化妝的時候 我發覺 咦 好像看上去 有點髒 的感覺 或者覺得muddy 不是我所見到 或者我想要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就 有些少失望 因為 我打了下去 我自己那個 面珠燈的時候 感覺上 好像被人 撞瘀了 那樣的 對 所以就做不到 她 Shel Tobe 想 model的時候 那個妝效 那我就有少少 心有不分 那我想 找回類似的效果 於是乎 我就搭上了 找Shel Tobe 胭脂式的一個旅程 包括了 就是love grow 和love is the drug 這兩盤的胭脂 那網上買胭脂 有一個弊病 或者買彩妝用品 有一個弊病 就是 顏色的差別 對 顏色差有時候 是可以幾大的 那譬如呢 我買love is the drug 的時候 我以為一個很淡的粉紅色 怎麼像出來 是這樣的 哇 好鮮明啊 另外love grow 這一種 我就以為一個很淡的 蜜桃色來的 怎麼知道原來 出來是一個粉紅色 就是這樣 這個就更加像 對 更加像 就是nipple 很有趣 因為它裡面是深色的 Anyway 那我都試試給大家看 它呢 內圈是一個很sharp的粉紅色 所以這個就是 畫上 它面穿得一定要輕手 OK 就是這樣的 其實也是一個漂亮的胭脂色來的 所以我沒有打算再送給其他人 我都是會自用 因為我覺得是漂亮的 Shaba To Be的胭脂色是漂亮的 給人的感覺就是 它是很薄的一層 然後也都不是很乾 是比較creamy少少的胭脂粉 所以當你上妝的時候 就不會顯霧 也不會覺得妝感很重 另外這個就是love grow 就是這樣 它是偏粉紅 其實也是漂亮的一隻 它的內圈和外圈 大家可以看到 太近光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內圈和外圈 相對地的色差分別是不大的 但是你看到它是偏冷色調 對不起我最近天天跑步 身體沒有塗防曬 所以就黑了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膚色相對地比較黑的話 可能這個你就不太看到 大家看一下 這裡三個 有些隔眼 由於在網上入手了兩次 我都發覺 顏色不是很準 再加上有一隻顏色 我一直都很想入手 但是一直在cult beauty裡面 都是斷貨的 於是我就忍不住 就衝了去海港 在香港的專櫃賣 然後我發覺 嗯 就是我想要的顏色 我今天上妝的胭脂 也是在用的 就是這一盒 first love 初暖色 相對地是一個偏暖色系 帶一點點蜜桃粉 但是很淡很淡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你看到 真的很淡的一隻 所以 看到嗎 這三個 非常漂亮 剛剛我怕顏色 表現得不太清楚 現在這個對比可能會好一點了 這個就是pulotalk的內圈外圈兩者加起來 這個就是love is the drug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是鮮色很多的粉紅色 它就是內圈外圈兩者加起來 這個就是love grow 其實love grow 也是我想要的那種似有橫毛的感覺 不過它是偏粉紅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內圈外圈加起來 那這一隻love grow 也可以說是內外兩環當中 色差最近的一個胭脂 而這個就是first love first love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很淡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差不多focus不到 那就是內圈外圈加起來 會變成怎樣 那出來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現在胭脂用的 就是first love 而這隻first love的顏色 其實正正是我自己期待pulotalk這隻胭脂 可以給到我那種蜜桃色 但是又很淡的一個似有橫毛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非常之喜歡 如果你的膚色跟我一樣 大概大概是 如果用mac的話 MC20左右的話 那其實呢 如果你又喜歡這種淡淡的蜜桃色 我的建議就是可以試這個first love 那這個就是pulotalk 你看到嗎 就是一再比pulotalk再淺一點就吃好了 剛才我又不斷說過我買了這盒眼影盤 又提到pulotalk那盒四星眼影盤 但是作為一個眼影控的我 又怎會只是買這麼少眼影呢 所以shortubry我都入手了 還有兩盤要說的 第一盤就是這個 當時我看到這個包裝的時候 應該覺得很特別 一點都不像ct 因為剛才我都有提過 它是相對地比較elegant 熟女風的 但是這一盤呢 我覺得 我可以稱它為 shortubry有史以來 用色最大膽 color story 最型格的一盤眼影盤 因為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 是不是很少看到它會用這些顏色呢 所以當我看到它一出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入手了 那應該是在四五月的時候 我生日那個月份入手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帶珠光的顏色 那比較重口味的就是 這邊的這個深藍 跟著有一個天藍色 還有這個帶閃的一個綠色 我也覺得很特別 那另外這一盒呢 就編回去大地色系 但是所有的質感其實是非常之美的 那我很快這樣試一次色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這一行 那它其實呢 有一張膠紙 它這張膠紙呢 就是這樣的 那大家貼上去看 它就是每一行都是教你怎樣去上 那當然啦 我經常覺得化妝其實沒有一定的定律 那所以其實 你喜歡哪一種顏色就哪一種顏色 那我自己今天其實的妝也有用到少少它的顏色 那首先是這一行 那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我覺得它這隻眼影盤 可以說是顯色度最高的一盤眼影盤 因為有些美女用開 比如Urban Decay Anastasia 即是我 用開那些顯色度非常之高的眼影盤的時候 用Shel Tuber會覺得 咦不夠厚的 因為我們之前太重口味了 那這個相對地是比較清淡一點的 那另外這一行呢 那最後就是 我覺得很適合眼妝的 那當然其實我自己有時都會照化的 那我會通常怎樣呢 我會化在眼尾的位置 或者是放在眼底 做一些滑龍點睛的效果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偏這個珠光色的 那其實我今天都有用到少少的 譬如我在最顏尾的位置是帶了少少綠色的 那可能這個燈光底下看不到 那但我自己呢 看著覺得挺特別的 那這樣 所以呢 那這一盤眼影是漂亮的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一盤 這一盤的名字非常之有趣 叫Exaggerice Exagge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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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新發明的一個單詞 很明顯 那本身它推出的時候呢 應該推出得比Purotop 那我就覺得 嗯 都是很普通的一盤大地色 但由於我試完Purotop之後 很多人說 這一盤比Purotop更漂亮 那我心想 真的不真的 所以我就入了心 坦白說 照眼看這一盤 Exaggerice 其實跟Purotop真的好像沒什麼分別 但如果兩者比較 真的可以看到的 就是這一盤相對地 底色是更加neutral 少少少 這一盤Purotop是偏粉紅的 而我現在 上眼主力用的就是 這一盤Purot 對啦 那 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試色啦 那它呢 就 只有一隻 是全啞光的 就是這一隻Purotop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也是 不需要擔心的 對啦 Shel Tubery的眼影很少飛分 而上高這兩隻色 都是帶光澤感的 一個是很淡的香檳金 另外一個呢 就是淡的古銅粉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有微微的閃光在裡面 然後這一部分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Topper 那我可以呢 給大家看一下 也是很像 很像 Tomfork的Topper OK 就是這樣 再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試色上的比較 這四隻色就是Purotop的 屬於 另外這四隻色呢 就是Exagorize的 那我自己今天想妝用的呢 就是Exagorize 那 在兩隻之間 如果你說我真的要做一個對比的話呢 Purotop會更加適合一個 我們叫做溫柔的一個妝容 但Exagorize呢 是會帶一點點氣場的 尤其是那隻閃粉呢 一出來呢 現在大家看不見 我今天的眼妝 你看不看得到 很閃亮亮的 都是來著於 Exagorize的這隻閃粉 那所以呢 出來是會有一定的氣場 又或者是當你晚妝啊 或者是 譬如我現在拍片 亦都要看到一點點狀態的話 Exagorize 是會突出一點點的 但如果你想透露一種 無妝感 或者是那種溫柔的眼妝呢 Purotop會是 更加 比較容易達到那個效果 所以就很視乎你的妝容喜好 但我自己呢 兩隻都有入手 兩隻我都很喜歡 然後也很快地提一下 這兩盤的彩妝盤 因為我在早前的 夏季的Beauty Favourites裡面 也是有推介到的 所以我們很快很快地講一講 因為這個其實是敗家片來的 真是想不到我的敗家片 真是拍極都追不上 結果是 變了做Favorite 都沒有時間跟你說 我買了它 Anyway 其實這個是他們 在今年五六月份時候 推出的一個叫 Glowgasm系列的 其中的兩款產品 一盤是給淺色肌膚的 一盤是給比較深色肌膚的人使用 但是我兩盤都入了 我先入的就是 Light Galsam 就是相對地給一些 比較白淨的女生用的 就是這樣 上兩隻高光 下下有一個胭脂 再有一個修容 或者我們叫古銅色 有很多美女都 complain 就說這隻胭脂色很難想 要真是很白很白的女生才用到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就 當然它相對淺色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是你用一個什麼掃 如果你是用那些人造纖維掃的話 由於其實人造毛 它的纖維其實是一條條很滑的 但是如果你用一些放大的 或者顯微鏡 我們應該叫 去看毛髮 無論你是人的頭髮 還是動物毛髮 其實它有一塊一塊的鱗片 有時候你看洗頭水廣告 都看到它們的畫面 所以其實 去到這些用Jelly Bake 即我們叫啫喱烘焙製作的一些產品 用動物毛掃去找粉的能力 是會更強的 所以我自己推薦大家用山羊毛掃去做爪粉 譬如我現在手上的這一隻就是 Mac的 Mac好像都用人造毛 Anyway 這個是我舊時買下的 是動物毛來的 那我就拿少許這個 然後輕輕 大家看到嗎 是有那個 粉紅色已經爪了上去 然後 你看不看到 本來我沒有那麼粉紅的 這裡也是剛才的first love 是帶這個蜜桃色的 現在你看到這個很明顯是偏粉紅 因為這就是偏粉紅的燕脂色 所以不要鴛鴦 所以我這邊也要塗上去 所以當你用一些動物毛去找粉的時候 相對地找粉是會好看一點 即會突出一點的 但現在不是很適合我的眼妝 Anyway 給大家看一下 那還有就是上高有這兩個高光 那還有這隻蜜桃色 我都覺得漂亮的 而且其實對於我們那些 膚色比較淺的女生 用這個相對地比較容易做蜜桃 或者做古童 沒有那麼覺得一塊塊的 都漂亮 那由於我很喜歡它的質地 所以我也忍不住買它們 是為深膚色而設的lovegasm 就是這樣 而事實上呢 這一盤呢 除了可以都拿來做高光啊 胭脂之外呢 我更當時是拿來做眼影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上高這隻色呢 坦白說做高光真的太過分 胭脂也太過偏深色 但是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拿來做眼影色是一流非常之正 那甚至乎我試過呢 譬如擠了點水 然後落毛 然後去抓分 大家看到這個坑嗎 就是因為我是用水濕了之後呢 去拿那個 拿那個 產品 然後掃上眼睛 真的很漂亮 不如我現在試一次給大家 那我隨便拿了一支眼影掃 然後噴一點點Fix Plus 其實普通水都可以了 最重要是乾淨水 你不要混坑水 那接著呢 就是拿一點 大家看到嗎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其實已經很鎮定了 好漂亮啊 大家看到嗎 那一上妝呢 是有很強烈的眼妝效果 出來的眼妝是非常之型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這一隻就是比較 帶這個珊瑚色調的胭脂 可以做 那另外這個呢 我通常就用來化在眼睫 因為對我來說 用這一隻做修容 甚或是叫古銅色 都是太深的 所以我就喜歡把它 用來化在眼睫 當平時那些大地色系的過渡色 那樣 所以這一盤我同樣都是非常之推介的 那我印象當中 Cult Beauty還是有得買的 對了 那我不是很知道 香港專門店有沒有 那如果有朋友仔 經開又知道的話 不妨在留言 和大家分享 那非常推介 極度喜歡 那剛才一路和大家 介紹我新入手 其實都不新的了 都買了有很多大半年 那anyway 總之在我今天 第一次和大家曝光的產品當中 以上所說的我都是非常推介的 那但是以下下來有一些呢 我都是會覺得 嗯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的 那包括了的呢 就是以下這兩支 那一支是用來修容的 一支是用來做菇光 其實本身 產品本身 完全沒問題 非常之正 我要complain的 他們的包裝 OK 擠擠妝 得利 裡面份量非常之少 其實我想我用了 大概十多次左右 你見不見到已經涼了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真的很浪費 那其實它一剔開 你見到是這樣的 就是類似有一個海綿頭 那你是要領開之後 跟著就 領開 然後擠它出來 然後你發覺一邊擠 都沒有東西出 沒有東西出 然後等到它出的時候 就不斷地霧起了 浪費了一些產品 因為其實是很閃的 你根本不用用很多 看不見到 它這隻高光色非常之靈 然後當你塗上去之後 然後輕輕地化開 你見到其實 你見到 你見到 是很漂亮 很有光澤感 而且 亦不會燃紋 亦不會顯霧孔 所以本身這個formula 這個product 非常之靈 我唯一投訴的 就是它的包裝 因為 你很辛苦 領開之後 不斷擠都不見有東西 當它有東西的時候 你就停止 都停止 按都按不住 於是浪費了很多產品 而說 其實它都不便宜 如果我在Cult Beauty買 當時打完折 我做discount的時候 買的時候 我都要200多元 所以是很肉痛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歡 這個包裝 再加上 有些美女都會覺得 好像很不衛生 這樣 我已經不太介意了 因為我通常都會放在手背 然後才慢慢放上去的面珠燈 或者一些拳骨位 但是 總之就是很浪費產品 所以我覺得很不便宜 那同樣地 這個是他們的 叫做Contour Wand 即是一個液體的修容 本身也是這個產品 我選的是Light 這樣 拿來做修容 是很自然的 我打下來這裡 然後輕輕用美妝彈彈 這樣引開 出來那個妝 其實我今天有用到 但大家不覺得我有做修容 我今天只用了它 但有 即是瘦面的效果 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我也是喜歡拿少許出來 然後 例如打鼻影的時候 也都是輕輕落這裡 少許 令到看上去那個 那個 這個叫做什麼 山根會高一點 這樣就已經令到 鼻子好像挺很多 但是也是因為它的包裝 令開 然後不停摺 不見油 當一油就 噴噴聲地上 浪費了產品 所以我 強烈要求 Charlotte Tilbury 轉包裝 所以之後 其實它一直這個 叫做 Beauty Light Warm 是出了很多其他色的 我很想買都不敢買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包裝 Anyway 這個就是 我有入手 也都很喜歡 它本身裡面的產品 但是包裝 令到我覺得 整件事不值得買 還有就是它們的遮瑕產品 我覺得 Charlotte Tilbury 的粉底 其實都好用的 無論它是 Magic Foundation 還是 今天用的粉底 是這一支 是我舊時 第一支出的粉底 叫做Light Wonder 因為快過期 所以我要盡快用完 但其實很好看的 你看到很透薄的 我喜歡 也都喜歡它 Magic Foundation 我知道它最近 有出了一支新的粉底 但我沒有機會試 因為太多粉底 太多粉底 快過期 我沒有空買新粉底 Anyway 我覺得它們的底妝產品 是OK的 但是 它們的遮瑕產品 我是覺得一般的 尤其是我試過這兩支 我都覺得 差一點 先說的就是 這個Magic Away Liquid Concealer 很厚 很難推 而且你看一下 其實我不是用了很多次 我想我也是用了十多次左右 你看到嗎 已經來到這裡 剩下四分一 很不划 所以我不推介 再有就是這一支 這是它叫做 Mini Miracle Eye Wand 1號就是它們的 Live Under Eye Cream 2號那邊就是它們的 Eye Brightener 怎麼形容呢 其實它的想法很好 一邊是當眼霜 另一邊就是遮瑕 但是我覺得它的眼霜 沒有什麼作為 OK 然後它的遮瑕色 或者我們叫Corrector色 又勉強OK 所以我自己覺得 也都不是非常推介的 如果你要我去再選 類似這樣的遮瑕產品的話 我會更加推介 Make Up For Ever 或者是 Georgia Amalie的 Power Fabric 甚至是 平價的話 也有 Maebele Lien的 Feed Me Concealer 再有中價少少 Bobbi Brown的 Corrector 和Concealer 都是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 Shelot Tilbury 在遮瑕這一塊 是差一點的 不過我也知道 它又推出了一些新的遮瑕產品 可能都知道 消量麻麻 口碑麻麻 所以又有些新產品 我暫時都沒有機會試 如果你試了的話 不妨也留言告訴我 好還是不好 OK 另外再有一個 就是他們 Brightening Youth Go 我就當它更多 是一個拍馬 或者甚至乎 有時候我不化妝 我覺得我自己看上去 不是很精神 但又想給別人感覺 有少少光彩的話 我就會加這個 這個其實它是 就這樣看上去 是乳白色的 但當你推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有些很微的閃粒在裡面 所以就令到整個肌膚 是增加了一個光澤感 還有一個 Brightening的一個效果 令到你看上去 好像提亮一點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一個 MUST HAVE 一定要買呢 又未必 所以這個也不會特別推介你 但是我不會說 千萬不要 我又不會阻止你 這樣吧 在這幾個月間 入手的Chartubris 產品就是這些 啊不 其實還有 不過我不打算在這條片講 為什麼呢 因為是唇膏來的 確實我這幾個月 都入手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唇膏 包括了Chartubris 但是我就不會在這條短片講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是 集中在另一個我講 純報產品的一條片裡面 跟大家去試飾啊 這樣 這樣 基本上今天這條片 想分享的都大致上完成了 那麼 至於這一盤 19年聖誕彩妝的眼影盤 好沒有用呢 那麼拭目以待我之後的分享 好了 那麼今天都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啦 嗯 希望我會再努力點去拍不同類型的短片 因為 最近工作又是 又突然間 突然加了一個project出來 那所以都幾忙 那希望真的都抽到時間 拍片給大家 那麼 再一次多謝大家 一路這麼有耐性等我出片 OK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好